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368集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介紹 BreederDAO 一個算元宇宙的 生產與製造的一個工具 非常非常重要 在開始之前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加密貨幣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請不要碰它 任何東西說到今天 這不是金融建議 好 今天又是要介紹一個Alpha 然後這有多Alpha 就如果你來到他的Twitter呢 你會發現他的Twitter只有三個Follower 所以我們應該是最早最早 我大概肯定我們是最早接到他們的這個群 然後如果你點他的App的話 你需要有密碼才能進去 所以今天呢我並不會給你看到任何的這個 太多產品的內容 也要等官方他們有更多的訊息的時候才看得到 但是呢 我會告訴大家 就是 Breed it out是要做什麼的 然後呢為什麼這類型的工會呢 越來越重要 然後呢他的價值越來越大 然後就會發現其實這週跟上週 我們介紹了非常多的GameFi項目 從介紹GameFi的遊戲 到GameFi的這種商城 到GameFi的工具和工會 對那 像我們前面介紹的像YGG 還有像是Merit Circle 還有很多其他的工會呢 他們其實都在GameFi裡面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什麼角色呢 就是呢 他們可以給予玩家 或是懂怎麼玩這些遊戲的玩家 這其實我們在這週的時候有介紹過 Merit Circle的時候就講過 他是Create一個新的方式去玩 然後呢基本上這些工會他們會做什麼事 他們通常都是最早支持這個遊戲的人 然後呢也是最早呢 就是持有這些遊戲的工具和產品的人 什麼意思呢 其實很多人不瞭解GameFi的地方 是呢他們會去買GameFi 比如說 比如說GameFi跟DeFi一樣有代幣嘛 但是其實GameFi很大的一個核心價值呢 其實在於它裡面的工具 那這個工具有分很多種 比如來說在AXIE Infinity裡面呢 有分它的土地跟它的AXIE 對好的AXIE呢 或最早期AXIE呢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說 透過遊戲獲得更多的SLP 比如說在這個Z Run裡面呢 好的一匹馬呢 可以就是跑贏很多其他馬 越早玩的話呢 你獲得的這個金額也越高 對然後它還沒有發幣 它可能外來發幣的話還更厲害 然後像最近很紅的Splinterland呢 它有點像是在打遊戲網卡 或有點像在打這種 這種這個 那個Runestone這樣的感覺 然後它其實呢 也是有很多的這種合成的功能 所以其實在大部分現在的遊戲裡面 分兩大類 一種的就是Breeding Breeding就是繁殖喔 就像AXIE這類型的 或是像Nion Hero 它是可以透過繁殖來生成更強的角色 去不管是對打 或是做更多的這種養殖的動作 所以Breeding是一種 另外一種很大的角色呢 叫做Crafting Crafting呢 就像是武器合成 所以很多這些工會呢 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做最早期的支持者 那工會呢 可以帶什麼東西呢 為什麼這些工會現在這麼有價值呢 其實我們看像是這個YGG 市值也破了50億美金 然後大部分工會都在10億美金起跳 是因為呢 大部分遊戲工會呢 它擁有的是 跟DeFi不一樣 是DeFi比如說你做好一個產品 如果對方想要fork 可以直接fork 有好多種版本出來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 Unishop呢 有Pancake 有Quickshop 有這麼多對不對 但其實呢 在工會呢其實很難 工會呢就是有一系列的玩家 可能你有100個玩家 1000個玩家 那這個玩家不只是會玩這些遊戲 還會呢 有這些遊戲相關的知識 然後會去了解說 這些AXIE啊 或這些武器如何使用 像現在90%都還是在玩AXIE 但其實呢 越來越多的新遊戲出現 需要更多的知識 就有點像我們看電競團隊一樣 有些電競團隊很會打COD 就是Call of Duty 有些電競團隊很會打League of Legends LOL 有些電競團隊很會打DOTA 然後有些電競團隊很會打 像有這種吃雞的Apex Legends 對 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種型態出現 而且呢 其實如果我們再看 整個的遊戲生態 其實現在呢 這個Gaming的生態呢 已經 往遠遠的超越了 整個這個 這種電影啊 還有音樂的這個 這個市場 對 那 如果我們看到 像現在整個遊戲的市場 大概是160個Billion 就1680億美金 那這已經超越我們剛剛講的 像電影啊 還有音樂的這個市場 那隨著呢 從原本的這種 free to play 免費玩的遊戲的這種狀態 變成是play to earn 就是透過玩遊戲來賺錢 好 那今天Breader Dell呢 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都是supply端 supply端什麼意思 就是這些玩家 對 工會給的supply就是玩家 還有錢 基本上講 那Breader Dell呢 做的這個端呢 是demand端呢 其實呢 在這些所有遊戲裡面 很大的核心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生產嘛 生產裡面有分好幾塊嘛 一種就是這個繁殖 就是breeding 另外一種就是crafting 就是製造 還有很多其他種的 但基本這兩種是兩大 在這生產裡面 那生產呢 如果我們看像是AXIE呢 就會可以做這種 透過花這個SOP 然後就可以來生成 你的這個新的AXIE 這樣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 像是這個 ZRunner 也是一樣喔 就是你可以透過兩匹馬 來再生成新的一種馬 那這些馬 為什麼要去做繁殖 為什麼要直接生產呢 它其實是為了 要給新的玩家去玩 所以 玩家基本上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在AXIE裡面 你做為玩家 你可以去借AXIE 因為有些AXIE 對有些人來講也太貴了 你可以獲得AXIE 然後你去玩遊戲 獲得SOP 你會把這個SOP 給做這個 你獲 這個 給這個生產的像breederdale 然後breederdale 獲得這個SOP 就會去生產 生產獲得AXIE 再到市場上賣掉 所以呢 基本上現在有開始這些工會 那breederdale 算是市場上 數一數二最大的喔 他們的資料顯示出啊 就是他們最早的時候 大概花了幾萬美金吧 然後大概就賺了幾百萬美金 光在他breeding的這上面 那這只是在一個遊戲裡面 我們可想的 其實後面會有越來越多種的這種遊戲出現 當然整個的 GameFi市場呢 隨著NFT市場出現了一個爆炸性成長 但其實GameFi的這個整個核心價值呢 比NFT市場還要來大很多 舉個例子好 今天你可能去買一隻猴 或是你買一個NFT Cool Cat 你就只把他放在錢包裡 或是把他換成你的Twitter的這個首頁的圖 就這樣子 你沒辦法再透過他賺任何的錢 但基本上呢 每一隻AXIE呢 只要一獲得後 你要不就是賣掉 讓對方去玩 然後馬上去賺年化率 或是呢 你再拿去生產 創造更多的AXIE出來 所以基本所有的GameFi裡面的NFT呢 都是有價值 而且是有一定的賺年化率的方式 不管是透過Play to Earn 或是這種Card Game的方式 像我們看到Parallel Dell 也在賣卡片的方式 那Splinter也是一樣的概念 好 所以說呢 Breader Dell呢 他就是在做有點類似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呢 他透過他的一個遊戲的介面 現在當然沒有辦法看到 但當他公佈的時候 我們會 當然有更多官方有更多資訊的時候 我們會再做一個一集來介紹 Breader Dell這部分 那我今天也有準備Breader Dell中文社區 所以 今天看到這集影片的人 然後加入的中文社區 將會是最早加入Breader Dell中文社區的一個 一員 然後他們之後也有Discord 所以可以再加入他的Discord 但是Telegram現在就一個社區 在中文社區這裡 好 那Breader Dell呢 他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功能呢 其實是在於他們的這個知識 和這些訊息 大家可能知道 其實在整個Crypto市場裡面 就是訊息是一切 什麼遊戲是最新的 什麼呢 最新的Fork 我們看最近大家都在Fork Olympus Dell 但其實你會發現 每一個Fork的方式有不一樣 每一個Fork的價值也不一樣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遊戲呢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你不會看到有人Fork AXIE 你只會看到它做一種新的遊戲 然後去使用它的代幣經營模型 因為它這全部都是一個IP 所以 它這裡面的知識又很重要 和訊息 知識就在於說 什麼樣的AXIE 怎麼樣去玩 那像Embersword呢 Embersword這種遊戲要怎麼玩 或是到像Zrun呢 Zrun要怎麼玩 或是像Thetan Arena Thetan Arena要怎麼玩 其實各種的遊戲 它會有 我把它拉出來一下 然後其實各種遊戲 它的規則都不一樣 比如說有些遊戲呢 它是 它是 有特別的這些功能 然後呢 這些功能呢 只能用在特別的角色 角色身上 或是呢 有些遊戲的像Star Alice呢 是有些場景 你是需要特殊的傳見才能進去 所以這邊就很多知識 對不對 你必須要懂這個 那有些這些知識 它並不會像以前一樣 把它寫成一個攻略 因為 在Play to Run的世界裡面呢 教學變得是一個 很重要的資源 這其實很特別 你有沒有發現以前在玩 遊戲 神奇寶的這些 恨不得趕快發現 然後呢 把這些 秘技都寫出來 讓大家去用 對不對 但你會發現 在Play to Run的世界裡面 其實後面 越來越的知識 大家不會把它寫出來 甚至於不會像我們常常看到說 欸你去Google一下 就會知道這些資訊 這些資訊 這些資訊呢 會變得越來越有價值 很多像我們看到的遊戲 我早期投的遊戲呢 它的規則 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難 然後設計很多啊 都是你必須真的去玩 真的去探索 才獲得到資訊 而且這些資訊呢 變得不是說你認真玩 就可以得到 有些這些裝備的武器呢 將會是非常非常貴的 對 像我們看到有些 最近 Big Time呢 有一個遊戲叫Big Tim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看 我把它拉出來一下 也是Decentraland的團隊出來 做的叫Ari 等一下 這遊戲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遊戲呢 它最近就在賣土地喔 我們近期也會做一個 一集介紹 然後它就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城市 然後呢 你又可以把它想像是一個 超大的元宇宙 然後在這元宇宙裡面 你就是可以去 就是破關啊 然後呢有些 特殊的Boss 然後要去對打 那有些Boss 可能它是水性的 你必須用草 才能去對打 那有些可能是火性的 你必須用水性 所以它有很多的武器的特徵 那就會出現一種 就比如說 你今天要打一個特殊的魔王 那這個魔王呢 遊戲裡面就只有一把劍可以打贏 那這把劍可能就會出現非常貴 那遊戲打完後 可能後面就有很大的獎金 那這獎金可能透過整個遊戲遊玩 全部放在裡面 有沒有感覺 就很像你在玩Ready Player One的概念 那設計呢 有些遊戲我們在看 它已經在賣土地 那像BigTime也準備要做公墓賣它的土地 那它賣土地的概念就有點像 有些土地會有特殊的功能 有些土地可以種出特別的植物 有些土地可以遇到特殊的怪 有些土地可以遇到特殊的怪 有些土地可以遇到特別的武器 那這些都會變成它有價值的地方 對 那就所謂的Genesis Land 就是Genesis的意思就有點像 就是創世紀這種概念 所以 我們這幾週在介紹GameFi 其實就是看到一級市場 GameFi已經爆炸性成了 基本上NFT 尤其是Art型的NFT 不是說大家不看好 但是它很難有一個完整的代幣經濟模型 反而GameFi集結了NFT的藝術細胞 然後又擁有了DeFi的核心價值 所以基本上現在整個GameFi 最大的幾種做法 一就是很大的這種工會 因為工會才有玩家 那玩家才知道什麼遊戲要一起去玩 而且很多GameFi 會出現一種問題就是早期沒人玩 那後面它的經濟價值就會下降 所以它需要很難平衡 就是它不能沒有人玩 然後它也不能是一次太多人進去 有點像這樣 所以它需要有一種Fair Launch的概念 但是其實遊戲 它的Fair Launch跟DeFi又有點不一樣的是呢 大部分遊戲呢 它不會出現一種問題 就是說 它Fair Launch不好 然後就有另外一個團隊去複製 然後再做 因為基本上 所有的GameFi 它都有IP 它都有自己的Intellectual在裡面 所以是沒有辦法隨機去複製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 GameFi基本上沒有人在複製 就是只有DeFi 這個做好 馬上大家換個頁面做很多 但是代幣經濟模型可以複製 很多GameFi現在都走雙代幣模型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越來越多新的DeFi 會走雙代幣模型 對 好 那今天我們就想要介紹這個 Breaded Out的部分 Breaded Out呢 會在近期有更多的資訊出現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了解 像很多工具呢 比如說這邊也有一個工具 這我覺得還蠻不錯 這是AXIE Infinity Scholar Tracker Manager 它就可以讓你看到說 你現在有幾隻AXIE 然後這個AXIE現在在賺多少錢 然後呢 然後你的年化多少 打了多少比賽啊 這些的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AXIE呢 這個市場 其實早期一天大概就有2000美金的交易量 然後到現在是高峰的時候呢 有一天3000多萬美金的交易量 所以其實整個的這個變動是很大的 而且呢 遊戲世界是越來越大的 然後大家是就是 可以吸引到的玩家又很不一樣 因為其實很貴的NFT就是 有點像是有錢人在玩的事情 但遊戲呢 是你假如打得好 你還是有機會在裡面成為一個強的玩家 當然一定會有那種課金的玩家進來嘛 但是課金的玩家 他可能做的角色不會是進去玩 他也可能玩 但他最大的角色會是做 比如說借貸 所以近期我們也 下週我們也會介紹一個 專門是NFT的 In-Game Asset借貸 有點跟NFT借貸很不一樣 NFT借貸其實蠻無聊的 就是大部分是P2P借貸 就是 你比如說你有一個好的NFT 然後你想要抵押 然後去借筆錢出來 大概就這樣嘛 所以P2P借貸蠻無聊的 而且借來的NFT也沒辦法做什麼事 對他只是一個抵押品 但是在In-Game Asset的NFT就很不一樣 比如說你借一把武器 這個武器你馬上拿到後 你就跟團隊開團去賺錢了 你借這把刀就是要做 就是為了要把這個遊戲打得更好 有點像這樣子 然後你賺來錢要去還款 雖然他整體的生態的這個 這個Health Level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健康值完全不一樣 那Fundamental也不一樣 借NFT有點像是一個option 就是你希望NFT想長 你希望猴子長多少 對但是其實 那個很難 因為以太幣可能長的數都比猴子快 那 但是在In-Game Asset裡面呢 就各種的小蝦米到大鯨魚 他都可能有機會獲得更強的武器 來做NFT借貸 In-Game Asset的NFT借貸 所以我們之後會講 GameFi的借貸 然後呢 另外主要的就是工會 我們介紹American Circle 介紹YG 未來也會介紹更多的這種子公會 和小公會 再來就是像工具類 像BreederDial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工具也超酷的 他是 只要連結到你的地址 就會顯現出你現在整個 遊玩的這個年化 還有最好的路徑圖 這就回去我們剛剛講 路徑圖這邊就像知識這邊 和訊息了 由GameFi 訊息跟知識將會變成一切 有點像是 你有沒有看過Ready Player One裡面有一幕就是 大家都想要破第一關嘛 然後呢 結果 結果那個 主角呢發現了 其實第一關賽車那關呢 其實不需要一直往前走 你只需要倒退就可以破第一關 所以他擁有那個知識 擁有那個訊息 他就獲得第一關的這個鑰匙 所以在GameFi世界裡面呢 我們可能在明年呢 有可能看到第一個破億的這種獎品 這將會是遊戲有史以來最高的獎金 其實 現在在GameFi世界裡面 破百萬的遊戲是非常多的 就是獎品 那其實破千萬的會更多 而且記得一件事 為什麼現在機會很大 對於大部分GameFi玩家 因為主流的專業玩家還沒進來 我指的是像那些打Apex Legends LOL TSM的這些 這種專業級的這種公司 培育出來的玩家是超強的 那些玩家都還沒有進來 所以大家都說 現在是一個最好在這市場裡面 去進入的一個時間 但是其實專業玩家進來後 其實會越來越難 越來越難生存 但是其實我覺得 這其實就是工會的好處的地方 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專業的工會進來 這有點像是大家說 大機構會進來 DeFi 會 而且已經正在發射了 但GameFi呢 將會看到3A的製作商也開始進來 所以 非常期待這一點 我們最近直播一直講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 大家會說 頻道這邊一直在講GameFi 我覺得我們平常就是在追隨 最新的一些資訊 其實DeFi我們也一直在介紹 不管在頻道裡面 不管是在直播裡面 我們介紹三百多集了 但是其實就像我19年的時候 不停的介紹ThorChain 不停的介紹EathLand 後來變成Land 後來變成Ave 不停的介紹SNX 不停的介紹Compound 全部都在介紹DeFi 基本不介紹時事 那時候因為19年 是DeFi剛要起來的時候 2021年讓我感覺 現在的年底 GameFi 將會是它一個爆炸性的成長 而且我看得到 就是說越來越多的 獨立遊戲製造商出來了 包括在台灣 香港 新加坡 我們都開始投了很多這些 Studio做出來的遊戲 我覺得 因為所謂的獨立製造商 就是Indie Game Studio 很多很多Steam上的遊戲 其實都是Indie Game Studio 可能它是一個五人的團隊 它可能也是一個二十人的團隊 它願意出一些不是主流的遊戲 然後創造出很好的成績 所以 我們也開始支持這些 如果你今天是做遊戲了 歡迎隨時DM我們 然後呢 我們也很願意支持各種的遊戲 這樣子 然後我們跟各大的遊戲公會 也非常的熟 包括現在Marian Circle 跟YGG 好 那今天要介紹Breaderdown 就是我認為它是 少數現在市場上有的工具 而且呢 就是 Anyway 這是一個超大的alpha 就是像我講 沒有人在追蹤他們 然後呢 It's an alpha Anyway 區外線的Crypto直播 是每週一 每週三每個五代 帶給你最新最酷的區外資源 actually 我覺得我們現在每天都在播 我們搞不好以後每天都會播 然後呢 記得加密物幣投資 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我們也會 這個活動也會抽獎 記得呢 我們會放在Twitter上面 然後也記得加我們Discord 然後呢 如果你被抽中的話 我們會傳一訊語給你 然後會再給你獎品 那Breed it out呢 我們會做一個活動 你在下面寫就是說 Super excited for Breed it out 或是你可以寫說 哇 這種Gamefight我才不屑了 之類的 記得要留言 然後tag三個朋友 然後要分享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獎品 好 然後我們也有開到中文社區 然後在Telegram上面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加入 我會把他們的團隊呢 也拉進去 好 今天就這樣囉 拜拜